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來到千壽司永安店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在這邊是蠻知名的店家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這個是全部的菜單 然後他們還有商業午餐 可以自己看一下 還有三品生魚片 用餐具感覺蠻舒適的 牆上還有這個應該是單品 感覺這個魚料蠻新鮮的 然後牆上有這個有名的部落客來過 讚 決定還是點這個鮭魚青石洞 那就決定是這個 好那在當地評價非常高的餐廳 那我們就品嘗看看 好那牆上就有這個很日式風格的裝置儀素 這個拍一下很可愛 河豚 好那總共就點這樣 好這個自己動手樂趣多 還有茶也自己來 好那先從店裡的味噌湯喝喝看 感覺好像還不錯 然後店裡的音樂確實蠻大聲有力量 嗯 好喝 柴魚片很多 就是日式的味噌湯 但是它柴魚片很多 然後喝起來蠻過癮的 好蠻實在的味道 不錯 好等一下講說這個味噌湯是可以免費去的 不錯 好分數就是90分 好那這個就是鮭魚青子蓋飯 好相當的漂亮 好但是我還要加上我的蝦子 好這個單點天子蝦相當的美噢 好 但本人的計畫是這樣子 要加上蝦子才變成豪華版 好以上荊棘 好新鮮的天時蝦 然後沾點上醬油就會非常的美味 好看起來很可以啊 嗯 果然新鮮美味 好客人就魚罐的進入了 越來越多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好現在大概做不到有飯滿了 我在這個蝦頭 有很多膏 應該是有弄到這個裡面的料 好蝦頭很鮮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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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上面很明顯就是蝦軟 它那鮭魚的鮭魚肉等級怎麼樣 就吃起來它的油量 魚肉的量是ok 但是它的含油量比較少一點 我再猜應該是智利鮭魚吧 猜的啦 再來就是滿滿的鮭魚子還有醋飯跟蝦軟 鮭魚卵倒是還蠻好吃的 但是最重要的鮭魚肉它的油量我覺得 比較沒有吃起來沒有那麼爽快的感覺 但是天使蝦跟這個鮭魚卵還有蝦軟是ok的 但也因為現在的鮭魚真的是比較貴的 好 如果要求不要那麼高的話 這樣算是還不錯的評價丼飯 如果要求不要那麼高的話 這樣算是還不錯的評價丼飯 然後醋飯略甜 然後醋飯略甜 然後煮的比較黏了一點 在這個蛋燒 玉子燒 還可以 好 那覺得鮭魚跟這個 出飯吃起來就比較 普通一點 當然這都是我個人的感受啦 就是你沒有那麼要求的可能會覺得還不錯 當然個人的嘴巴挑了一點點 那我覺得是80分 算還好而已 但是它生意真的是不錯 又或者是說我沒有點到店家的強項 這也是有可能的 色澤不美 不油亮 我的感受啦 好 現在我就希望有這個更出色的餐點 希望啊 越來越好 但是目前我覺得是普通 好 那有別桌客人有點這個燒烤類 看來我是沒有點到招牌啦 是我個人的 燒烤類的看起來都不錯 還有這個 對 燒烤類的應該都蠻讚的 好 那我都說誠實的話啦 那就給各位朋友做參考啦 這一樣是我傻瓜你聰明啦 那個推燒烤 燒烤看起來真的是蠻不錯的 但是丼飯就有一點點 不是那麼推薦我個人啊 個人的說法 好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祝各位朋友愉快一天 掰掰 好 那還差一點點時間 就一點點走緊啊 好 心中對每一家電圈都希望它是 我是會很滿意啊 但是總之會有各式各樣的比較 各式各樣的看法 好 那我的看法不見得是對或錯 就給各位朋友做個參考 好 不是絕對的喔 自己參考一下 好 掰掰